明镜为您推荐 明镜电视节目惊讶 敬请锁定 他所看到的世界的政治的经验 好像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这个的话确确实实是一种 他刚才所提的所有的这些 都是西方的这个经验 他完全无视于 比如说像俄国的这个经验 或者是中国的经验 都是他自己本土本身里头 有非常长远的历史所得到的 他里头有一个问题 就是把这个社会跟政治 就是state跟这个society的这两个 当作一个绝对 几乎是绝对对立的一种方向 刚才我们盛平兄他已经在讲了 就是说在这个89年那个时候 所谓的历史终结论就认为西方的 自由民主跟市场经济 已经解决了所有人类的政治经验了 可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全世界的民主的发展的经验 事实上是不好的 而中国是屡次地打破了所有的 对他的你说是咒诅也罢 或者是说预测也罢 说中国崩溃论 那中国崩溃论呢 现在它之所以能够提出全球信中 那这个的话呢 在世界市场上有相当的这个 吸引力了 为什么会是这样 因为人是不是被教条主义 说要在现实里头 要再看到现实的实际的状况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就是因为中国的发展经验 是根据中国的这个历史里面的教训 自己走出来的 所以的话呢 你比如说这个最先认为 只有这个中国的最政治上 最强的这个长项 就是它的官僚主义 这个官僚主义呢 它这个在这个八九年完了以后 它在邓小平能够利用 不是就是从这个邓小平重新上海以后 它利用官僚主义 而发展经济的这个能力 使到中国变成一个非常富强的一个 完全没想到的这个 就是说实际上在中国的社会里面来讲 从邓小平的那个时代 这个三四十年实际上是利用 利用中国长期的官僚主义的长处 结合了民间的力量 这个就打破了西方的传统的 就是说只有政治的民主 才能够走这个经济发展 事实上官僚主义的这个 就是说不见得一定要走选举的办法 也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这个定律 还有更重要就是社会跟这个政权 就是state power跟这个社会的力量 也不是那么样 在中国的经验里头 也不是那么样子的一种对立的情况 还有的话就是有好几种 根据西方的经验所形成的这种二分法 在这个比如说三权分立好了 一个人只能做一种的这种 一种的身份 主要就是必须全力要对立 可是在中国的话 你说传统的皇权里头 所结合的那种皇权不是最独断的 可是的话它可以容忍社会的力量 在宋朝拉后还很多时候 所以中国的长期的2000年的历史的发展 使到第一我们对于皇权这个 这个是一个相当具有包容性的这种看法 还有就是皇帝本身 他并不是像你讲的就是独裁 就是专政就是暴政 这个在现代的社会里头 就是未来比如说大数据的发展 还有很多的新的技术出来了以后 一个社会的治理 一个怎么样是一个好的社会 并不是你比如说为什么川普出来以后 这个美国现在碰到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他的用传统的方式来解决 这个自由民主跟这个市场经济 来解决工业革命以后的发展 到现在为止出现很多的问题 目前你还有一分钟 OK好反正的话就是说 现在你如果看人类的未来 10年20年30年50年好了 是不是100年 21世纪的人类的社会的这个控制 用什么方式能够结合秩序的要求 就是order这个基本的要求 还有人的一种自由发展的这种结合 这种结合不是说西方的制度 就必然会有这样子的这个优势 至少从中国这30年或者是60年的发展 中间有很多篇路 但是现在中国所成就的 这个目前所探索的这条道路 确实已经证明是就是说 它不见得一定会像大家想的走断 因为我们原先所有的判断都错了嘛 就是原先相信西方的这种判断错 台湾的经验更证明 如果中国的文化走西方的民主 那么这个LUT 这个是一片可以说是一片黑暗 就是你根本找不到一个好的领袖出来 好